转运竹怎么养? 或者凉白开,最后将转运竹插入容器中即可。 2.提供光照 转运竹是一种喜光怕晒的植物,在养护的时候,可以将其放置在室内通风的散光环境下,为植株每天提供不少于4小时的光照即可。 注意切不可让转运竹被强光照耀,否则会导致植株脱水干枯。 3.控制温度 转运竹是一种不耐寒不耐热的植物,最好将其放置在温度处于20至30度之间的环境下。 当夏季天气炎热时,需要向水中丢冰块进行降温,而冬季可以使用20度左右的温水养护转运竹。 总结一下,转运竹可以通过水培的方法养护。 养护时,要将转运竹插入装有纯净水的花瓶中,再将花瓶放置在通风的散光处。 为植株每天提供6小时左右的光照。 注意转运竹的耐寒性和耐热性较差,需要为其控制环境的温度处于20至30度之间。 以上就是关于转运竹的小知识。 如果您觉得有帮助,可别忘了订阅关注和点赞。 谢谢。